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老来于亲 春秋时代,楚国引誓老来子非常孝顺父母 想尽办法想要讨取父母的欢心 因为他对父母照料的无为不至 所以啊,在他七十岁的时候,他的父母还是健在 有一次,老来子的父亲看到儿子的头发白了 不禁哀声叹气的对老伴说 唉,老伴儿啊,儿子也老了 我们暂时的日子也不长了呀 唉,为了让父母不再哀声叹气 老来子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 常常穿在身上,连走路也装成小儿跳舞的样子 使父母看了很高兴 有一天,他为父母蹲水 不小心摔了一跤 他怕父母伤心 索性地在地上打滚 口中还发出婴儿啼哭的声音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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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父母以为他是故意叠下来的 所以啊,见他在地板爬不起来 被忍不住笑着说 老来子还真会玩 小朋友,是不是很有趣呢?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,谢谢 谢谢 你 谢谢观看